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以Juli,Dati,Pay,Hanel 所组成的多国际女团Kiss of Life 四位成员的出道经历 Juli 出生于美国夏威夷的Juli 13岁时随父母来到韩国 她原本梦想是成为芭蕾舞者 但为了适应韩国的生活 放弃了芭蕾 妈妈建议Juli可以尝试其他舞蹈 因此她开始学习了Hip-Hop和K-Hop舞蹈 在第一天上舞蹈课的时候 舞蹈学院院长发现 Juli有成为IDOL的潜职 并建议她成为一名IDOL 2017年11月 Juli通过The Black Labor的内部选秀 成为练习生 但是在经过三年培训后 离开了公司 重新回到舞蹈学院 准备新的争选赛 后来她加入了思云娱乐 成为了练习生 并与当时也属于思云娱乐的歌手Nati 一起度过了练习生生活 Inna建立了友谊 之后S2娱乐的总监Ehen 在YouTube看到Juli Kerber的 Tujaki影片后 就对有着亲近关心的Nati说了 希望能有这样一位练习生 于是在Nati的介绍下 Juli在2022年加入了S2娱乐 大约在一年的出道组练习生生活后 Juli成功以Kids of Life队长出道了 出生于泰国的Nati 从小学时期就学习了 一二年的艺术体操 后来对舞蹈产生兴趣后 就放弃艺术体操 并学习了一年的舞蹈 在学习舞蹈的过程中 他萌生了成为歌手的想法 而当时Nati的舞蹈老师中 有一位是韩国人 他告诉了Nati 在泰国将会举办 SMJYPYG娱乐的争选赛 建议Nati去参加 来累积经验 在经过3000比1的竞争后 Nati通过了SM和JYP的试镜 虽然母亲有一直反对 但是在父亲的支持下 2013年满10岁的Nati 来到韩国进入了SM 但她还是见习生身份 是与公司正式签约前的 准备练习生阶段 当时Nati和Ledby的Joy Silky 住在同一个宿舍 一起度过了练习生生活 但是在SM建议生时期 Nati接到了JYP娱乐的录取通知 他在网上看到 JYP娱乐是一个 有家庭氛围的公司 加上妈妈是2PM的粉丝 并且她还未正式与SM签约 所以最后选择加入JYP娱乐 2015年 Nati参加了选拔TWICE的 JYP内部选秀16 虽然最终未能出道 但她更加坚定了 成为歌手的梦想 并在2017年离开公司 同年她参加了MNA选秀节目 Aidora Girl 但最终以第13名被淘汰 之后Nati加入了Stormusic 成为练习生 2020年以Solo歌手出道 发布了两张单曲专辑 但未达到理想成绩 很沮丧的她 多次想要放弃梦想 父母也让她回来泰国 但她认为 还没有100%展现出自己的实力 所以无法放弃 之后 在准备女团的S2娱乐总监 Ehen的邀请下 Nati加入了S2娱乐 并作为出道组 度过了一年的练习生生活后 成员成功出道了 出生于美国希尔顿的Pay 7岁的时候 随着父母亲来到韩国了 Pay的父亲是 韩国1990年代著名歌手SIMSIN 2012年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也与父亲一起出演过 SPS的综艺 Star Junior Show Pay从高中一年级开始 就自己作词作曲 并将作品上传到IG和SoundCloud 她首次参与创作的 IDOL歌曲是POPPERKISS的FIND YOU 而Pay在出道前参与制作的 最有名的歌曲是 LISTED UP IN THE UNFORGIVEN 她担当了第二段BURSE的作词和作曲 在出道之后 Pay也一直参与着 Kids of Life的专辑制作 而Pay原本计划 在Auto Music以Solo歌手出道 但随着公司被合并为 S2娱乐的子公司 并接受了Kids of Life 出道项目的提议 就转入了S2娱乐 起初她的目标是成为 Solo歌手兼音乐制作人 但缩属公司总监一片印 看中了她的颜值和歌唱实力 并说服她加入女团出道组 而从那个时候开始 Pay才学习了舞蹈 之后在度过一年的练习生生活后 Pay成功以Kids of Life的成员出道了 Hanner Hanner出生于韩国水源氏 是Kids of Life中 唯一的纯韩国成员 他在2011年 曾在钢琴比赛中获奖 小学时期的Hanner 和家人一起去看 哥哥的足球比赛时 看到了当时表演的Sista后 梦想成为歌手 开始参加了 经纪公司的争选赛 而在成为练习生之前 Hanner也在演技学院学过演戏 并在电视剧 Goppymentai Sengkaku 担任了Haley的替身 2021年 Hanner也参加过 水源青少年在线歌唱比赛 之后 高中二年级的Hanner 参加了S2娱乐的试镜 成功成为练习生 Hanner是Kiss of Life成员中 唯一经过正式试镜加入的成员 在出道前 公司曾询问其他成员们 哪位练习生最适合加入出道组 而所有成员都回答 希望Hanner成为队友 据了解 当时包括以眼影在内的 公司职员和制作人们 几乎全体一致地 从练习生中选择了Hanner 就这样 Hanner成功以Kiss of Life的Mane出道了 就这样 Kiss of Life在2023年7月5号 发表了首张迷你专辑的主打歌 许正式出道 他们的首张迷你专辑 在iTunes热门专辑榜中 获得了泰国、巴西、埃及、波兰、墨西哥等 5个国家的一位 在2023年获得了 韩国文化演艺大奖 最佳新人奖 MMA、WONDERK、全球偶像 韩国寒流大省、K-POP猩猩奖等 成为了K-POP未来可期的实力派女团 希望Kiss of Life继续走划路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